早上的7点12分 伙伴早安 这里是FM 0.999 绿绿四十五 空中radio 今天早上也是下了一场晨雨 绿绿在想 每天早上的这一场雨 有多少人会是抱着正向 感谢雨的滋润 或者是会抱怨这一场雨 让上班变得很不方便 其实我们每一天一起床 就是在跟时间赛跑 因为有时候会去思考 该用什么样子的角度 去看这一天所发生的所有事情 好早安所有的伙伴 今天绿绿有点感伤 因为昨天跟一个伙伴在聊人际关系 哇 大家看一下 这一对猫情侣 这种野猫哦 实在是很特别 看一下 我们家有两只猫 我现在常说 一直是哈喽 一直是Kitty 好 早安所有的伙伴 今天的绿绿就像早上的晨雨一样 带有淡淡的惆怅 淡淡的浪漫 淡淡的少女情怀 因为昨天跟一伙伴在聊教育圈的人际关系 她跟我谈的蛮多的 那我的内心冲击也蛮大的 有时候我们看到的事情 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个样子 可能会有一些弦外之音 可能会有一些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东西 但是我昨天最后给这个伙伴的鼓励是 人生每一场相逢 不晓得会多长或多短 明天会先是 先有希望的到来 还是无偿的到来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就是把握当下 别人怎么对我们 我们并不清楚 他是要真心的 还是要假意的 我们也不需在意 但是如果他愿意好好的跟我们 用真诚互动 我们就要珍惜 这是绿绿的结论 虽然说我会觉得 有时候蛮无奈的 在职场上有人会比较喜欢 用利益取向去交朋友 那昨天看到一段文章 他说如果你是以酒交友 那酒喝完了就没有了 如果你是以利交友 利用完了就没有了 如果你是以情交友 这个情会横存藏在你们彼此的心中 永远不会淡去 就算是两个人呢 已经分隔两地了 还是会有情长存 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常常跟孩子说 我们不奢求别人对我们的真心 但是我们要勉励自己真心对待他人 当我们能用真诚互动的时候 这种人生的智善才会出来 不管是做一件事 或者是经营一个店铺 或者是从事一个营造业 或者是成为老师 种种的身份的交替 没有真心当作背景 一切都是虚幻的海事圣 所以今天早上 瑞瑞想了又想 到底要怎么跟这个 昨天跟我对话的伙伴 做个ending呢 今天就决定了 用直播来跟他做ending 就是人缘相处 跪在很久的真心 哪怕只是 就是缘分短暂 但是此情就不灭 所以有句话说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曾经拥有 这个不只是对于爱情 我觉得友情也是 所以不要太在意 这些来来去去的 不真心的友情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 花在其他人身上 我们要把时间花在 真心相对的人身上 所以我曾经看过 一个人际关系的书 他在谈的就是 我们人生当中 只有七个很重要的人 只有七个哦 伙伴可以数数看 你有没有这七个 第一个是你儿时的玩伴 你有没有一个 非常非常让你不能 就是不管搬家搬到哪里 你还是会跟他联络 让你不能把他丢弃的 儿时玩伴 因为儿时玩伴会影响到 一个人的心灵的健全发展 第二个是 国小的同班同学 伙伴你还有 国小的同班同学 现在在联络吗 我有哦 我儿时的玩伴也还在 所以绿绿觉得自己 应该算是蛮幸福的 这一路上贵人非常的多 好 好 第三个人 你的第一位老师 你的第一位老师 就是在求学生涯里面 接触到的第一位 让你把心打开 open mind的老师 谢谢老师 你看我们重不重要 我们排在第三 按照那个事情的发展顺序 在我们之前 应该会出现更多贵人才对 那父母没有算进去 因为父母本来就是 我们生命当中 不可缺少的心灵的伴侣 父母既是父母 也是老师 也是朋友 父母的多功能角色 是没有办法被任何人取代的 所以这本书里面 没有谈到父母 好 高铁又帮我们展开 活力的一天了 我很沮丧的时候 会看高铁 我很惆怅的时候 会看高铁 我会想说 这班车载着什么人 到哪里去 他们要去到哪里 做什么事呢 那我还有时间浪费 在这边烦恼 在这边难过吗 所以有时候 看看别人想想自己 就会得到很多的正能量 好 我们刚刚说生命中 会出现的七个贵人 第一个是小时候的玩伴 第二个是小学的同学 第三个是第一位的老师 第四位 猜猜看第四位是谁 第四位的那个贵人很特别 好 第四位是青年时候的同学 不是幼年哦 应该泛指的是国中到大学 这一段 青年时候的同班同学 一定要从这个黄金时期里面 淬炼出值得信托的人际关系 第五位 第五位 毕业时难忘的老师 一个是第一次遇见的 一个是毕业时候的老师 这样五个了 对不对 第六个 赏识你的上师 这个赏识你的老板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会知道 你要放在哪个位置 所以一个赏识你的老板 真的会 人家说好的老板 带你上天堂 坏的老板带你住套房 这个真的是 要慎思哦 就是你入行的一个带领者 第七个是你 神一般的队友 还是猪一般的队友 就是你的公私合伙的伙伴 这七个人呢 会改变我们的一生 那这七个人之外呢 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父母家庭教育 是不可被取代的 可是还有一个人 也很重要 就是一生的伴侣 就是我们的另一半 这两个成分 没有放在这七个贵人当中 就是我们的父母 跟我们的另一半 会改变我们的一生 所以线上的朋友们 我们来聊一聊 我们生命中的七个贵人 在我们生命中扮演的角色 这七个贵人 你现在身边拥有几位呢 有几个贵人 在你身边帮忙你呢 不管有或没有 我们都要让自己 也变成是别人的贵人 好 所以严长寿有一本书叫做 做别人的天使 如果我们能做别人的天使 我相信这个世界 会有一种小天使 跟小主人的善循环 彼此互相的依靠 彼此互相的学习 彼此互相的取暖 其实有一点像 共学团这种感觉 如果我们能这么做的话 我想惆怅会少一点 乐观会多一点 好的 这里是FM20.999 旅律思书空中radio 感谢线上伙伴的聆听 今天有多了 平常早晨没有遇到的伙伴哦 其实做直播还蛮有趣的 今天早上的第一个话题 是跟伙伴聊聊 在职场上遇到不真心的人 该怎么办 没有关系啦 就像灰尘一样拍拍肩膀 这个灰尘就不见了 不用理他 但是第二个议题是 生命中的七个贵人 我们要掌握 遇到了就要珍惜 要把握他 为什么 因为这七个贵人 是七个天使 很少出现的 天使我常常出现 就不称之为天使了 对不对 可是在这本书当中 他说 我们可以把这七个人找出来 只要我们有一双 真心的眼睛 真心跟真心的磁场 会相互的激荡跟吸引 所以不要太担心 只要我们变成一块 善的磁铁 自然就会吸引 其他的磁铁过来了 那今天的第三个议题呢 我们要来跟伙伴聊一聊 开学后呢 第一个班亲会 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因为绿绿最近有非常多 学校邀请我 就是做班亲会 或是亲师座谈的一个讲座 那我忽然在想 爸爸妈妈到底需要什么 过去一讲大概有100场 是属于这种亲师座谈 跟亲子一起互动的 甚至有成精最高 有一两百个家长 带着一两百个小孩到现场 那班亲会 我们到底要做些什么 班亲会其实要做的 非常的多 老师如果要全部把它做完 真的会做不完 所以挑几个重点跟方向 让老师参考一下 那如果你班亲会 已经办完了 欢迎老师呢 可以在留言区留下 老师的建议 第一个 班亲会呢 要先把这一学期 你对学生课程的组织 还有在班上 想要推行的 某些特殊的动作 得到家长的认同 所以请写成企划书 但是家长不是要看 教案式的计划书 这种想要看的呢 是一个有具体方向 然后呢 有具体愿景的 所以老师们呢 只要呢 用A4简单的条列就好了 好 我是 我以前常做的是 月份式的主题式的计划 就是 9月我要做什么 10月我要做什么 11月我要做什么 以此类推到寒假 好 不要做太长 就是大概半年的一个 企划 让家长一目了然 甚至我们把球丢给家长 请问各位爸爸妈妈 看的这个企划书的 这个草案呢 有没有什么想法 或是爸爸妈妈 是不是某方面的达人 可以来帮我们做达人 真人书的一个分享呢 邀请家长进入我们的教室 这是第一种 一开始先让他知道 你整年会做些什么 你的整个学期呢 的规划的方向 第二个呢 现场的教室布置呢 我建议是由孩子来完成的 在前一天 教室的黑板 教室桌椅的摆放 就可以由孩子亲自 为他的父母亲来做布置 那布置的内容 有依孩子给爸爸妈妈的信 这个是我维持了十几年的传统 在开学的时候 我会邀请孩子 用引导式的写作 写一封 不要说是很华美的文章 就是真情的文章 给爸爸妈妈 告诉他们 开学了 我们很乐于来学习 我们很高兴 可以来到这个班级 那要请爸爸妈妈呢 也来参与我的成长 那在信中里面 请孩子表达出 他对于这个学校的投入 跟对于老师的一个正向能量 让爸爸妈妈看到自己孩子的信 就会感到安心 好 这是第二个布置 第三个布置呢 我们希望呢 在这个桌上 摆上一个空的信封 这个空的信封呢 就是我们爸爸妈妈 要来回信哦 为什么要邀请爸爸妈妈回信呢 因为我们希望呢 亲子之间的流动 是从文字开始的 那有的爸爸妈妈 不会写信对不对 没有关系 爸爸妈妈就 用录音的方式 来回应孩子 那录音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个是老师准备录音笔 第二个是呢 现在手机非常的方便 请爸爸妈妈在他的手机上 看着孩子的信 之后的感想 用分享的 就是自己 在自己的位置上 用这个手机录音下来之后呢 把录音档寄给老师 那老师私下播给孩子听 我觉得这是会是一个神秘的小礼物 孩子会很雀跃 会很珍惜 那如果刚刚孩子也有手机 爸爸妈妈在手机上面有 我们会有限制 可是在合理的使用上 还可以把这一则语音 传到孩子的手机里面 当做他平时后会拿来聆听 陪伴自己的一个 有点像是 像我常常会看妈妈写给我的信 有点像是护身符这种感觉 所以你看看老师 教室布置的东西是不是要很多 可是如果你一开学 孩子来布置一些信给爸爸妈妈妈 没关系 老师就先准备一个信封 给爸爸妈妈 先把爸爸妈妈写信给孩子 我们可以把流程倒过来 然后呢 爸爸妈妈就会期待孩子的回信 所以由老师们来决定 你觉得你们家的家长的特质 感觉起来是喜欢哪一个方面的 或是你们家的小朋友 我们学校的孩子 班级经营的一个面向 看起来他们喜欢主动出击 还是喜欢接受这个小惊喜 在班亲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到这样 绿绿在16年前做班亲会 因为比较像美国人 我是包下整个风尚咖啡厅的包厢 然后呢我们家长全部进去里面 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 或者是在教室 每一个家长带一道菜来到学校 然后家长跟家长之间交流参会 参会之后再由绿绿做班亲会的事项布打 所以我办班亲会 已经非常的有经验 几乎那个时候当导师的时候 每个月都一次 那我的家长也非常非常的优秀 很愿意配合 很愿意进入班上做职人说书人的一个动作 早期还没有真人书这个项目 我们叫做职人说书人 就是让宝宝妈妈呢 进来跟孩子分享365行 行行出状元的一个生命的历程 一个不屈不挠的真实的生命故事 所以班上的班级经营就从 亲师生三合一来做互动 那老师在班亲会的时候可以留电子信箱 可以留email就是电子信箱 那可以呢 透过那个班级的刊物 也可以留老师的电话 学校的电话 教官的电话 跟家长做协同 但是有两个东西呢 要慎用 第一个就是FB 第二个是LINE 因为现在手机的方便 很多老师的亲师生会用FB跟LINE来做 就是留言然后来做互动 可是相对的也成为是一种 非常非常有压力的一个负担 所以呢 绿绿建议大家就是 看自己的体质 按照自己的体质 然后看班上的状态 来决定是否要跟上这个 新时代的FB或是LINE的一个潮流 那我个人在早期是用部落格 现在还是用部落格 跟email 那如果LINE跟FB 我建议要有时间上的管理 在我LINE跟FB是早上的八点 到晚上的十点 这中间我们可以上网 传任何的讯息 给这个群组里面的人 但是八点以前跟十点以后 大家就需要休息 那我们就让群组休息 这个是我跟群 就是社群组员的一个 潜规则的协定 因为大家都不希望说 晚上的时候手机还会再响 或者是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个 就是干扰 然后还有就是 如果透过私讯来做对话的时候 爸爸妈妈有时候用字潜词 没有非常合宜 老师也不要在第一线的时候 感到难过 我们可以邀请他 约他 面对面来对话 人啊 见面三分情 只要面对面 就会有一种柔软的态度出来了 所以我非常喜欢跟家长是面对面的 而不是用冰冷的文字在做交流 所以一个班 因为我们到底要准备什么 到什么样的状态 其实是由老师的整个教学的风格 跟教学的需求来决定的 那绿绿刚刚举了几个例子 只是我本人觉得 还蛮好用的几个小例子 比如说放一封信啦 回函啦 那我们曾经办过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小组的 小组的班亲会 宝宝妈妈呢 先两人一组 刚开始是用夫妻党的方式 后来用抽签的四人一组 然后呢 绿绿设计很多班上的议题 班上面对的问题 然后来请爸爸妈妈呢 做一个模拟 如果你是学生 你会怎么想 如果你是老师 你会怎么做 然后让他们 就是把答案写出来之后放到 一个桶子里 然后绿绿再抽出来浪读 因为有的爸爸妈妈 比较不好意思上台 可是我让他们脑力激荡去感同身受 我发现减少了很多 就是学校呢 孩子发生问题的时候 爸爸妈妈第一时间会比较正能量 比较不会有 因为你训练过了 你跟他们对话过 模拟过这些状态 他会比较冷静一点 就不会直接打电话 他会来学校 造成老师 亲师生三方的一个摩擦 这个是很重要的 沟通 沟通可以让我们 达到最高的境界 就是人和 最近要推荐一本 好的手册给老师 老师请你上网Google 他的关键字是 你好我也好 你好我也好 是双赢的亲师生沟通 那这个是教育部 设计的 高达好几百页的电子书 放在网路上 你好我也好 有非常多非常多的 班级经营的里面 还有呢 个案 在里面都有画名 然后老师可以下载 这一份电子书 在网路上呢 进行浏览 好下载下来 就可以离线浏览 那今天推荐的这一个书 就是我觉得蛮受用的 上一次到英明国中 分享的时候 也有推荐给现场的老师 亲师生的辅导呢 教训服三合一 其实是教学的基础 如果教学没有班级经营跟辅导 做奠基的话 那我们所有的活化教学 翻转教育 或是创新课程 都会变成是一个海市圣楼 这个楼一定会倒 所以在今天在空中 跟大家分享了几个小撇步 第一个议题是 职场的正能量很重要 那当别人对我们不是真心的时候 没有关系 就像灰尘一样 拍一拍 它就不见了 第二个 生命中的七个贵人 阿富老师已经帮我们整理好了 大家看留言区 生命中有七个贵人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一定要好好的真心对待他 相逢自是有缘 第三个班亲会的小撇步 今天先分享第一集 就是可以在桌上呢 用信封信件制造呢 爸爸妈妈跟孩子之间的 无限小惊喜跟回忆 或是用分组合作的方式 让家长模拟 奔上或是老师 他们对于事件的一个心态 跟解决的方法 那最后呢 就是老师一定要把 整年整学年的一个想法 用简单的具体的计划 跟爸爸妈妈做报告 跟一起讨论 因为我们是教学的 学办关系 是合伙人的关系 是共学的关系 亲师生三合一 我们的教育才会走得远 如果说只是老师一方面 单付出 那爸爸妈妈并不知道 你在做什么 只会有双重的压力 这个部分呢 就是跟线上伙伴加油 因为最近收到的信件 有提到了这几个问题 那绿绿觉得有一点 担心 所以呢 赶快呢 把话讲出来 就不会担心了 好 那你看今天的晴空万里 可是其实台南就是 早上阴雨天 下午晴天 那早上晴天下午 就阴雨天了 这里是 飞耀摩尔零点999 屡屡私塾 空中radio 我们像往常一样呢 在蜜镜散步 我们像往常一样呢 跟伙伴在网路上聊天 我们像往常一样 想要遇见一只 乡间的小狗 很友善的对你咬尾巴 其实这就是生命了 生命的状态 就是这么的单纯 生命的状态 就是不需要去假释 我们不用戴着假面具 我们只要好好的 把自己最棒的一面拿出来 就像像阳的花 这小子花 每天都抬头看天空 我们也要做到这样子 好 好 LFLM0.999 LB45 空中正能量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 一部很棒 很棒的电影 要跟伙伴一起来分享 这部电影呢 很适合给 青少年 来 来 来看 好 那这部电影是卡曼 这叫夏日大作战 好 因为有很多伙伴听我讲过这部电影 那我想 线上伙伴也需要这个资讯 来 请大家等一下动手听 Summer Wars 夏日大作战 夏日大作战 谈的是一个偏财青少年 然后在学校不得意 爱情不得意 功课不得意 是高中生 后来呢 他因缘际会之下呢 就是跟望族的一个学姐 签了假契约 当了一个暑假的男朋友 好 到这边 老师你可快皱眉头说 绿绿老师 怎么可以推荐 这样的卡曼呢 老师别急 这只是前面的一点点 后半步才是我的重点 这个在我魔法学堂 开卖的这本书里面 我有写到这一个影片的 影音阅读 在好几年前 我就透过电影教学 来帮忙孩子 理清生命教育 跟写作文 还有口语表达的一个 课程训练 那这部Summer World呢 看过的学生都说赞 因为他后来谈的是 如何用自己的能力 去救全世界 如何用自己的小力量呢 团结起来 去帮忙 不好的事情的发生 好所以我开头讲一下 后面让老师自己去看影评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部电影 那不团结的班级 看这一部电影最适合 那这部电影呢 适合做分段式的阅读 跟全片的统一观赏都可以 老师依照你班级的情况 来做运用 如果有需要这一份资料 欢迎那个伙伴私讯给我 Summer World这个电影的赏息 跟学习单的 就是比如说 绿绿会设计几分钟到几分钟 什么议题 几分钟到几分钟 用什么议题 这大概在将近十年前 绿绿就用提问式的方式 在教学 所以老师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Google一下这部电影叫 夏日大作战 非常的好看 热血青春 那我觉得很适合 用在班级经营上面 老师们可以把某一个片段抓出来 然后跟孩子讨论生命教育 那里面有一个片段是阿嬷 奶奶说 整个家族的团结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事情发生的时候 要整个家族团结起来 不可以有袖手旁观的人 那这个对我影响很大 班级经营也是一样 全班要一起做班级经营 不是只有几个人好就好 不是只有老师好就好的 好 那我们推荐的动漫是 夏日大作战 那配合动漫 我们今天的金曲呢 是听妈妈的话 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这首歌曲也相当的有趣 老师也可以在班级会播放 好 现在是回车时间 好的 早上的正能量送给所有的伙伴 该上班咯 这个礼拜要上六天 绿绿也是会在空中 不会休假 永远用直播的心态跟行动 来守护全部的老师 谢谢您今天早上的互相陪伴 我们明天再见咯 别忘了去看看这部好看的电影 听听周董的 听妈妈的话 这也是班级会适合用的歌曲哦 贝贝 我们明天见 祝福您 有个愉快的正能量 Fighting 再见 再见